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电瓶老化 电瓶亏电严重 温度过低 无法打火 新一电源 简单几步 快速启动爱车 步骤一 保持电量充足 85%级以上 步骤二 清理电瓶的污渍 步骤三 车上用电设备关掉 步骤四 正负级接好 注意不要接错 红加正 黑加负 步骤五 上车启动后就拔下限加 带有USB输出口 可手机充电 长按开关 三到五秒 可户外照明 连接气泵 可轮胎充气打气 主机用完 可充电循环使用 充电四小时左右 和手机充电方法一样